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ATV的歌人讲史 最近有些人就说 这个有魔头的歌有魔头 其实这么多个特首里面 谁做得最不好呢 其实大家都心知的 当然就是梁振英 梁振英是没什么正绩的 真的 你说到他有什么正绩出来 我真是说不出了 他自己的施政回报都说不出 有个正绩叫做花卫展有六十万人次 又是叫做一项正绩 因为根本就没有东西好写 董伯伯人说是猛 那是真的 董伯伯还要是真猛 真蠢 真笨 真痴 那就算了 蠢不是一个罪 到贪争 曾孟权就是香港人性格 真的 那个扫口就很精的 什么都算到你缩的 算缩的 算缩的 当然就是贪 如果不是怎么会被人说到 就是说到有廉政要查他 但是廉政公署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真是执了他 谭美珠去领导的话 那之后还有 梁振英最把炮了 梁振英最得用黑社会 那就是有人啦 就有新闻啦 不是我说的 有报章就说呢 真人 梁振英和林郑月娥 曾经去过某些组织和单位的聚会 那就是这些就要问回 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啦 那当然啦 有些人还说 什么完全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 黑社会没有合作 什么什么 就不要说大话啦 都说很多次 都说向太呢 就整天都帮 就是不要说整天 帮过一次那么大把 就是帮警察站台 那你不要跟我说 这个不是黑社会啦 不是警察合作的证据啦 若果向太也不是黑社会的话 那他真是上流社会的典范啦 那这些就真是不知道啦 那就是我觉得 每做一项事之前 政府应该想清想错的 尤其是你用黑社会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的后果呢 台湾、日本这些黑金政治 以前都叫做很严重的国家 那其实我们香港都走着后层啦 那是否都是要这样呢 那当然呢 有些人就说 黑社会都归在哪里啦 全部都是阿爺的 最大黑社会就是阿爺啦 那这些指控不知道真还是假啦 但是呢 那我就看到一段片 其实都担心的 就是说居然呢 有个黑社会就 就叫警察要去放人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就可以叫警察 那明天呢 会不会有黑社会 大佬带来那帮小子去法院 叫法官放人呢 又或者去到律政司署那里 叫律政司要放人呢 这些没人知道 但是呢我希望特首呢 就真是 真是麻烦你反省一下啦 政改你又过不了 你做什么都做不到 连家人齐恩你都搞不定 你真是 你真是 回家含狼啦 吃狗屎啦 你完全没狼用的 特首你 我是阿爺呢 下一集呢 真是要讲讲 一定要赞阿爺呢 真是 又聪明阿爺 真是 又聪明阿爺 真是做一件事呢 做得很适合的 那是些什么呢 下一集再回来讲 好 好 好